Hello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们说一下 Division全境封锁 安的gamehold 可以做什么的事情 首先说一下30级后该做什么 这个其实有点废话 不过还是稍微说一下吧 首先是吗 应该是把所有各部门的等级 先给升上去 得先升到百分之百 就像我现在这样 这样的话 才能在这个提高技能 就是提高一些技能效果啊 然后 在你以后作战当中 可以更适应当时的作战环境 和改变一些技能 这是必须的 然后其他事呢 也可以刷一些支线刷图纸 自己做装备 不过我不太建议做那些纸装 因为没有太大的必要 而且材料的消耗量还挺大 因为他消耗一些这种 蓝色材料 说真的有那个材料去做纸装 倒不去做金装 而且手也不是很稳定 因为他这些属性都是随机的 然后下面我们说一下有关这个装备入手 在上一个视频中我也说过 就是说 是这个装备入手有各种途径 然后 收益啊和效率都不是很 一样然后这边总结稍微说一下 最简单的就是刷普通任务 每个 就是说每场都会有子装 但是等级呢只有28和29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你身上蓝装比较多的话 你可以考虑 先打一些比较简单的任务 去先入手一些子装提升下这个装备 然后稍微难一点呢 是这个困难日常 收益是每场获得至少两件子装 总体上来说现在打困难日常人比较多 但有些 2728的人就是完成的任务就来打 就会很坑 所以大家最好组队去打 然后再根据当时队伍情况去刷的话 因为如果说你等级2728的话 可能还是非常有压力的 因为你的装备是跟不上了 输出也跟不上 在后面就是暗区 在暗区或者子装是非常的快 在难度上会稍微高一点 因为他里头的怪的等级会很高 而且需要提防其他玩家的叛变 在暗区的话大家需要注意暗区十分等级的 像最初的像贝塔雄那种 30级暗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但如果说 你的装备不是很好的话 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而且玩家的话 有些玩家是长期待遇暗区的话经验比较丰富 也比较难打 另外就是暗区 如果一旦就往上走的话 可能会进入31级区和32级区的话 那边怪基本就是秒杀 如果说你是刚到达30级的话 基本上是 不要去吧 没有什么意义 收益太低了 然后最困难的是挑战模式 挑战模式难度非常的高 只要是敌人就是精英 只要是敌人就是精英 也就是黄雪怪 收益大概是每场4件子装到1件精英装 它是至少4件子装 它的掉子装机率还是很高的 这些都是随机刷装 还有些购买这个图件 购买了之后 升到30级以后商店都会卖30级装备 每个安全屋都会卖子装 这个我们在这个 地图上我们看到自己每个安全点 然后大家可以去安全点刷 看看他们卖什么 不过他们因为子装的话其实也是分阶级的 分30级和31级 有可能还有32级 现在我还没有见过32级 所以不是很清楚 大家可以去每个就有点像是暗区的这个 点一样 他买的东西不一样 而且还是会刷新的 另外就是在这个各个安全屋卖子装 也就是 暗区商人安全屋 用这个暗区等级和暗区币去 暗区等 暗区等级的话是要30级 暗区币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好赚 并不是太困难 至于高级商人大概需要大量的 一般货币吧 但是能入手精装这个点呢就在我们 这个基地里头就在我们的防御部门防御部门的最里面 防御部门最里面这个叫做进阶武器商人 他卖的这些就会卖这两个金装 这两个金装不会变 但他的钱也是要47万和48万 至于他要求技能比较高 而且他要求的是火力型的这种 输出所以说我是没有配置两把枪 因为他们俩的属性并不和我并不搭配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 另一个交接商人就用凤凰点数 这也是全是金装 然后 这一点嘛他凤凰点数正好在楼上 我们先上去一下这个人是在 这个科技部门这个 叫叫准旁边啊跟他说话 他会卖这个金装但他卖这把是金银x47 然后他技能也不是对我来说不是很好 然后 金装的面罩和金装的户漆 还有金装的图纸 这些金装图纸的话我大家看了一下 他是 户漆背包和面罩的图纸都有 另外还有各种配件和武器的 图纸大家就可以说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 做一下 因为他真的 就是说 他因为他属性比较特定嘛 他是火力医疗电力全部都加的 所以说如果你 需要什么装你就可以去刷什么装 比如说这个护膝是加 治疗的 然后 这个背包也是加治疗的 然后他上面也会有加其他的 这个是 配件 所以还好 另外一个就是暗区商人 也就是 Safehouse 那个商人他貌似是要暗区50级 比较后期的吧 他也是卖一些图纸 但是他的暗区比较区量挺大的 而且估计可能做出装饰需要 暗区布料 可以通过 这个制作战进行一家制作 这就没有什么可说 下面我们就是在说一下技能吧 我稍微说一下技能方面的东西 因为毕竟技能的话 大家可能 比较有经验的玩家可能都在长期用 如果说你不是很有经验的话 可以稍微说一下大概怎么用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分为大概三个节级吧 一个是必备 一个是可选 一个是鸡肋 必备的话 那不用说就是肯定要带这种 可选吗 也是基本上就根据你的职业你的站位你的定位你的职业定位去带 然后激励你就基本上就没有用 那我们从医疗医疗部门开始说 第1个是扫描 这是可选技能 是团队作战 团队作战起来 让人家说团队作战用 增强必备 基本上如果说 是至少要带一个 至少有一个人要带 你没有必要说带第2个 其实带 如果考虑到什么断不断点 cd不够 这都无所谓 只要带一个就够了 因为 尤其是4个人的话 尽量带一个 很好用 很好用 第2个治疗不说 第2个治疗是必备 这所有人都要用 就是说 你只要是打副本 就得用 除非说你的治疗量实在太低加不动血 你才不用它 然后有关这个 技能搭配的话 我这边点基本上已经算是最优了吧 这个是带增伤 然后这个是带 我是带增强 如果说你的 这个治疗等的已经非常高了 就 就带非常高的话 你可以选择不用带这个 我是第2个 也就是 变成盾另外就增加治疗量 你考虑提高伤害 或复活也都可以 是看个人的 然后第3个是 这个第3个这个治疗平台 它是可选 作为辅助是必须得 带的 复活辅助 而且复活辅助 非常非常重要 必须得带这个 因为 如果 尤其是在打这个挑战模式的话 这个东西丢出去 就丢到一些比较好的位置 队友死之后可以自己复活自己 所以非常好用 他的辅助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敌人会急火打掉这个缺陷 所以说需要比较好的 这个放置才行 至于这个科技部门第1个粘土炸弹的话 其实有很多人就在用这个粘土炸弹 但千万不要用增强火力 一定要使用非致命效果 尤其是在打挑战模式的时候 非致命控场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 你想炸你也炸不死他 他也没有多少伤害 就算你的这个 技能强度很高的 你也不能产生过多过高的伤害 还是用控场的力更强一点 其他都是鸡肋 后期伤害和没有一样 控场也在王道说了 第2个机枪塔是可选 这个是看个人机枪塔定位的话 是可选偏鸡肋吧 因为这个要看个人 不会用的就是个激励 增强 如果你会用的话 就得用这个增强技能喷火 然后近技力控制敌人 对放置手法比较高需要练习 所以说根据大家个人喜欢来用 第3个是跟踪炸弹 这个属于激励 从我上来也不能算是玩标标准准的激励吧 不过 还是得看手法 他无一能用的就是控制型增强技能 但是可控性很差 他就是个释放毒气稍微用用啊 然后还有个就是 说真的他这个真的很鸡肋 就是说他的确是可以稍微控一下场 但是控场的力实在是太差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然后至于防御部门第1个盾牌 防御部门第1个盾牌是可选啊 增强选用的是控制剂 哦不是 他增强选用的是这个 所有属性提高换弹啊防御啊然后伤害提高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我现在就在用这个 你作为坦 一定得用如果说但他需要极高的电力配点 因为他在电力配点情况下就可以提高他的血量 我像我现在的盾已经有 17万的血 这个我这个盾非常硬 其实我人本身血不多 我的人本身也才4万多的血 但是我的盾有17万的血 我盾只要背上来 他基本上就不会掉掉 因为我可以考虑到用掩体 因为他盾是自动回复的 然后回复方法就是靠掩体 靠掩体之后他盾是不会被 就取消掉的 但他不会消失 最后你可以利用掩体的回复盾 那你手枪一定要好 不过因为出息他会送你一把 图纸就一把一个一把金枪叫做大马仕格 然后 是大马仕格 就那把金枪了 那个金枪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他有流血效果非常好用 伤害很高 第2个叫做这个智能掩护 智能掩护这个技能 尤其是在你作为 输出情况下使用的 boss战非常好用 然后如果说你是那种 技能强度较低的 然后以这个高火力为主的话 这个是必带 你可以考虑不用带治疗带智能掩护 像我朋友YP他有带这个比较好用 因为 因为你技能强度如果太低的话 血上一旦高起来你的治疗是加不上 是加不了多少血的 所以没什么用 倒不用智能掩护 智能掩护也能加血 而且加 治疗量也不低 另外他可以提高这个各种各样的效果 所以很好用 第三个这个 机动掩护 这是个机内技能 机非常激烈 实用性非常的不高 因为他丢出去之后 他也不会给你算CD 他只有等他消失之后才会算CD 但如果你丢的位置不好 就和没有一样 就等于说你也得会 非常会员或者对这张地图非常了解 你才能去用它 否则这个 这东西就是 极度没有用 而且非常的激烈 就真的 和没有一样 真的是没有一样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能力 不这个能力 装备配点问题 装备配点的话是输出火力和血量 然后辅助用就是血量配电力 输出的话就是火力配血量 其实这也不用说 因为你火力你要走武器伤的话就是靠火力进行输出 血量的话这必备 基本上 你血量准备达一定标准才可以 主要还是看武器 然后 也而且也不是说武器说他伤害有多高 就说他要多好的武器 的确有时候你看上伤害高的确是好武器 但是还是要看技能 因为有的枪支他是加的火力 像我这样子就是所有技能全出 这样的话我可以 就是说我 我的这把子枪才能做达到最高标准 这为什么前面两码金枪我不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火力 我又不是堆火力行的 我是堆这个技能增强行的 我是走辅助武器 要不然我后期可能考虑走坦 或者走治疗 所以看情况然后我这边是有 三件金装因为我这 其实我这个金包不是很好 但为了考虑到我的基础属性的话 所以我必须得 配他 因为 因为我是要把火力要提到100 1444以上 基本上的坎就是1444 要不然就是1083 好像 然后如果再高的话就1800多 所以基本上你要是想 如果说你是要走一些路线的话 基本上就要对到1444以上 你才能走到这个 普通标准 所以说 光是均衡只有火力电力 还有体力方面的问题 就比较大 所以看大家个人 像之前有朋友跟我说 巴哈上有人说自己 什么装备 毕业 结果 技能全部都没开 那我说你装备毕业了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 真的是很没意义了 技能和没有一样 只说装了一把枪在上面 又有什么用 你是没有 触发技能 因为说到底触发技能的 作用还是很大的 像我之前我这边还有把这个经典 AK也是可以用 但是我这个第二技能配不出来的话 也没有多大用 而且现在有考虑走近战输出路线 所以我一般配散弹和这把 冲锋枪 我先打算走冲锋枪路线 然后这也是 首先提高稳定度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暴击手可以回复 所以说可以保证 我主要是 说到底就主要是在我盾 爆了之后可以让我存活度提高 另外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技能强度非常的高 导致我治疗之后 我可以满盾满血 所以说我的存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然后我再等下cd 因为我的盾只有30秒cd 所以说 我就可以再等等 把这个硬把这个盾给等出来 然后再再扛一波 就是这种打法 总之这就是 冲锡的现状 然后另外就刷一些这个凤凰点出去换血装备 然后安居货币刷下装备 这个至于这钱呢 大概收到一定数量就够了 之后你们还需要大量的素材 大家还是先让攒一点素材去自己做装 因为后期的话还是要靠这个商人 这商人在那里 这要做反了 这个靠门口这商人去做装 虽然它属性有点像这个 暗黑波外神一样的全是各种随机 但是至少 能把一些基础装给提掉 然后 主要是通过这个转配件了 通过这个转配件去制作一些材料来用 总的这次只是一个我对这endgame的一个战 初期的个人 心得吧和总结 因为我们现在配装的话也基本上走到了一个 副本装已经快要到就是pve装快要到极限 可能考虑要去去做精装 然后另外就刷一些暗区等级 在以后暗区中 提这个暗区活动提高点便利 因为暗区等级不刷下来不刷上的话 以后还是得刷暗区 还得去 还得刷这个等级 当然也很累 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就是尽量提升装备到全身精 然后 再去看其他有什么事吧 总之每个人心得都不一样 大家如果有什么更好心得可以在下面 留言然后我再看看试试看 到底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总之这个视频先做到这边 拜拜